给果果捡一个帅气的发型 刚才给果果买了一件文具 买了个新的底段 还有几个本 签笔相机 明天早上果果就要上学了 我们今天得早点睡 果果已经睡着了 果果今天是返校 明天就正式开学了 果果去吧 刚刚把果果送进去了 送进去的时候 你比他还紧张 对我比他还紧张 然后快到门口的时候 我又跑过去嘱咐了他一下 说他是几年级几班 我怕他那个忘了 他也不知道往那走 找不着人 对呀老师问他 你是几年级几班的 他还不知道 他给我来一句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小孩子在父母的心里 永远是个孩子 但是其实他们已经长大了 因为我们只送到上门口 在进去以后那学校挺大的 我们还生怕到进去以后 不知道怎么走 找不到班 因为他毕竟来这个学校 第一次是报名的时候 来这个学校 半个多月前了 对然后再就来一次 是返校培训嘛 就只来过一次 只来过两次 对 所以就感觉 请气他担心的 我们现在去吃个早点 到了接孩子的时间 学校门口太壮观了 到处都是家长 老师外见 给你们发校服了吗 发了 你的校服呢 是班里班了 下午就是进网络 上午我有半个小时进网络 老老师都给我们讲了 还讲什么了 还讲什么了 还发书了 然后还讲了点 还发书了 果果他们学校今天就发了书 发了校服 还给他们讲了一些学校的规则 是吧 对啊 你感觉习惯吗 有点不习惯 跟上幼儿园一样的 认识新同学同桌了没有 我才认识了一个 认识了一个人 这就行了 以后你就越来越熟了 我们家离这个小学门口 大概两站地左右 不太近 也不远 但是没车的话还是不方便 因为走着的话得半个小时 然后又没有直达的公交车 我们等一下还是借上他以后 也打车回去 现在带果果去看看牙 做的那个低包天矫正器 每一个礼拜要过来瞧一次 给果果把牙看完了 我们现在叫了个车回家了 因为我们在后面 我们现在听到一个不停的 floor 我们在家里面 咱们吃一口 很 enfer准 真正假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